那女孩對我說 說我是一個小子 歡迎黃毅達 小燕姐 又見面了 恭喜你專輯真的是廣受好評 謝謝 所以今天來是要再好好推薦一下專輯 對 再分享一些快點 從來沒有跟大家宣布的一些 那現在已經打到第三波了 第三波就是臭男人 對 那這首歌呢 你們最喜歡哪一首 我覺得臭男人不錯 我喜歡那個女人對我說 女人對你說 因為我那天在車上聽到那個DJ在介紹黃毅達的歌 然後因為在車裡面是很密閉的空間 然後聽這首歌就覺得 真的力量很強 還有節奏感還不錯 對 就是人我就會覺得很想跟著搖擺 那其實很多人都在問說 我是不是一個臭男人 那其實我這首歌呢 是我在18歲就寫了 那只是對一個社會的小小線 就是也不是批評 但是看了一些某些東西 年輕人有些 有時候不爽就把東西寫下來 那其實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呢 是想告訴男人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很有風度的 對 對 我覺得聽創作者不要想那麼多嘛 對 反正創作者本來就是會有很多靈感想要寫不同的東西 你幹嘛去專注說 他自己是個臭男人或什麼的 對 所以你就是享受喜歡享受這個音樂就好了 去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我覺得 所以很多人跟你反映最喜歡這首歌是不是 滿多的 那第二首 男生們都會覺得這首歌就寫了我們 會覺得我們更Man你知道嗎 更Man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要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對 不要把自己當得那麼臭 對 對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男子氣概之餘還是要有體貼 然後更風度 就你要當一個壞男人 而不是讓女生所討厭那個壞男人 對 臭男人而不是賤男人 對 賤男人跟臭男人差很多 差很多 比畫的差了多少人 所以有沒有第二首歡迎的 比如說Face都跟你講說很喜歡這首歌 除了這首嗎 很多 比如說我跟莫惟合作的Semi Free 也回應突然就很跳出來 那其實我跟公司都很驚訝這首歌 怎麼會突然 就爆 對 覺得其實市場的接受 接受 Range很快嗎 對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狹窄 對啊 對 很多人會誤以為台灣的聽眾 好像就是只能聽那些比較正規的歌 對 比較商業的歌曲 對 其實很多很特殊他們都喜歡 對啊 那其實這首 像比如說小杜喜歡的那女孩對我說 嗯 其實這首歌都很多人都很喜歡 因為我們經過很多的考驗 這首歌你去KTV一定可以唱 一定唱得到 因為它並沒有什麼很多所謂的技巧 對 音也不會說很高 它就是 嗯 而且很容易擁有的上口 對啊 就很適合學了去KTV大標特標嗎 對啊 欸那你最近宣傳那麼忙 你還有機會那個嗎 玩音樂 有啊 我現在就每天在一小段一小段的做 比如說今天先打鼓 明天很高興 因為他 他欠了他歌很欠很多 還沒還 現在到底欠了幾首啊 你一定有一首是不是 快欠了快欠了 沒有沒有我這邊還沒 我是下一張 可不可以等下一張啊 已經滿了 要給機會要給機會 所以你是即使已經工作很累 回家還是會玩音樂 對 我就會 我每天嘛都會大概 就是拼一寫 寫到四點才睡覺 哎呀要顧乾啊 一定要一定要 真的要顧乾 要顧乾啊不要熬夜啊 還好啦 對要顧乾啊 你有在顧乾嗎 我 我有啊現在我健康得很 可是因為 所以年輕人都會這樣講 對因為你又熬夜 然後你隔天萬一又是一大早通告咧 還好 我通告都大概11點 所以都還好 所以還是會讓你睡爆 嗯 你會跟公司講說不准排 譬如說 11點以前的通告嗎 沒有不會啊 就有點通告 我沒那麼大排 我也沒那麼急 那之後台灣的宣傳結結束之後 你就開始在海外的 對 內地 然後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會走 都會走 所以接下來還會有那個簽唱會嗎 接下來還會有 但現在還在巧當中 對 那希望說 如果說真的想知道有沒有活動 其實可以到 Sony BMG的網站 那邊可以查詢 對 因為你上次來我們節目嘛 就大聊你的 就是你以前的一些戀情啊 然後現在就單身 所以我們節目呢 特地要幫你舉辦這個 百分百 戀愛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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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有聽到你開出的條件嗎 就是要 長髮是不是 不見得要會音樂 但是要愛音樂 對不用會音樂 對不用音樂 要喜歡聽音樂 要喜歡音樂就好 喜歡張博之那個類型的嗎 那是欣賞 欣賞 他喜歡張博之 你沒看嗎 我是你們忠實觀眾耶 他在VCR裡面有講啊 有喔 因為在VCR的時候我都立刻拔眉毛啊 我了解 我了解 我都會看的 再讓我複習一下他條件是什麼好了 看一下 有著娃娃臉和低沉嗓音的黃毅達 就像是男孩與男人的混合體 你也喜歡毅達這樣獨特的氣質嗎 請注意以下的內容喔 我到底喜歡 怎樣類型的音樂 我自己啊 我可能我比較自知的點是 因為我以前很愛 所以我現在我女朋友都是 165公分以上 或者165公分 那只是 我只是希望欸 倒不一定要 舉個例子 我蠻喜歡 張博之這樣類型的女生 可是有時覺得 太美了 我又配不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 可是至少有一個幻想 大家應該有一個概念 就是長頭髮的 那可能 這邊 皮肩就很高的 那可能嘴唇就 就也不大也不小 就剛剛好那種 我對女生的個性方面要求 一定要會顧小孩 那當然一定 不能不會做家事 因為我自己禮拜天都會在做家務 有時候要一起做 搞不好更更 我們會感情更密切更好 女生要不要喜歡音樂 其實不用 但她要會喜歡聽音樂 她不一定要會音樂 這才是重點 如果你符合一達的條件 恭喜你可能會成為她 戀愛百分百的女主角 現在就將你的聯絡電話 付照片 Email到以下的網址 就有機會參加 所以一定要165以上嗎 沒有 那是希望 因為我以前個子很小 我很 比如說我很瘦小的時候 那些比較高的 就按著我頭 你打不到我 他也要侮辱你 那種感受其實 有點對我們來說是很自卑 對 過現場高了 所以你是希望嘛 那如果真的不是165以上的話 沒關係 因為愛情其實我覺得 緣分啊 可是如果還150以下呢 很可愛 然後瀏海很平 真的嗎 很愛音樂 目前還沒有看到150以下的 有 他比人來 我跟你講他很喜歡你啊 沒有有沒有 他好喜歡你 他好喜歡你 可是他150以下 你可以站起來一下 站起來一下 你看 哇 多像浪漫小說裡面 還要釘腳跟你接吻那種感覺 這樣可以嗎 好配啊 這樣可以報名嗎 他可以報名嗎 可以啊可以 可以報名 他如果不選他他會很難過喔 欸這什麼話 這是一斜嗎 簽我一斜 所以也沒有那麼嚴格的規定 沒有 他只是說希望怎麼樣 但不能 旁邊坐 坐旁邊坐 好不然牽個手好了啦 坐旁邊啦 你看著他那麼近的距離 所以你真的喜歡黃毅達嗎 音樂 喜歡 你幹嘛給他問他 你拿問他 Mine Mine 音樂 喜歡他的音樂是不是 喜歡哪一首歌 我喜歡上一張難題 還這一張都喜歡 唱個兩句啊 那女孩對我說說 我保護他 不要再唱 不要再唱 我知道 好了啦 放過他了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報名跟黃毅達做朋友的話呢 來講一下方法 好 將你的照片 以及基本資料 聯絡方式 E-mail到這裡 或者是郵寄到台北市信義錄 四段兩百七十九號十一樓 娛樂百分百 跨號戀愛百分百 待免收就可以囉 嗨 所以是選出來一位是真的要跟他交往的 我們是要跟他交往的 真的要的 因為我上次 我不會追蹤報道 我們上次也有挑了一個啊 我挑了一個 因為吵架分手的 李久澤也是啊 你們有在一起待有沒有半年 兩個多月就因為有些事情 距離的關係 李久澤現在還在跟我們節目選出來的女生交往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沒有騙你啊 我會相信啊 真的啦 在一起就像佩甄也是啊 之後她本來選一號 You know I know 騙你我不信徐真的 真的嗎 真的 太不信徐了 怎麼這麼聰明啊 好啦 感謝黃毅達 謝謝 拜拜